这是一个国内首创 医师全阵容的 关于眼睛方面 所有专业知识的节目 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调查 国小一年级新生 有19.8%的近视率 小六生高达70.6% 但您知道台湾未满18岁 近视率有多少吗 答案是85% 而且位居世界第一 今天除了要探讨近视的问题外 更要带您了解眼周细纹 眼皮下垂及松弛等专业治疗方式 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最前线 欢迎您来电 欢迎收看我们的健康最前线 让你美丽又保健 我是丽宇 我是张曹凯医师 是的 好久不见了 是是 这是我们电视史上唯一 由我们专业的医师团队 然后一起来主持我们的健康队前线 我们要把每一集最完整的健康资讯 提供给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是 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国建局的统计 最主要我们的近视 是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是来讨论 近视的原理以及解决方案 是的 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医师团队 第一位是我们的赵正纯医师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林依宏医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陈美林医师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近视真的非常的可怕 而且很痛苦 尤其我们的国小生 将近85%都戴眼镜 那包括我自己也近视 尤其是游泳很不方便 没办法戴隐形眼镜 因为水会灌进去 吃东西戴眼镜 雾蒙蒙的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想请教一下 我们的赵医师 为什么我会近视 为什么会近视呢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跟各位观众简单介绍 我们的近视的原理是什么 如果说我们没有度数的话 我们的焦点 我们的光线 近到眼睛里面的话 它会精准聚焦到 我们的底片上面 也就是我们的视网膜上面 形成一个清晰的影像 可是如果说你有近视的话 我们的眼睛它会长长 长长的话 我们的光线会聚焦在 视网膜的前面 所以你看远的不清楚 那如果是远视的眼睛的话 就是聚焦在视网膜的后面 那近视的成因的话 就是在于说 分为先天以及后天的原因 先天的话 主要是由于体质 比如说我们看到 有的小朋友 他的父母亲都是高度近视 比如说超过600度的话 那他的小朋友的话 就非常的容易得到近视 第二点就是在于说 小朋友学习过度 这在于后天的使用 比如说过度的使用 这个3C产品 然后写功课的时间太长的话 都是容易近视的原因 真的 尤其现在不要说小朋友 我们大人都一样 手机完全不理眼的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个近视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 他造成了他的生活 以及工作的不方便 所以我想来解决近视 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那我们都知道说 就戴眼镜 戴隐形眼镜 但是如果我的工作需求 或者是我生活的便利的需要 那我不要戴眼镜 我不要戴隐形眼镜 那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案呢 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 什么叫做近视镭射 来赵医师 近视镭射的原理是什么 跟我们说明一下 我想用这个眼球的模型 跟各位观众说明 我们的近视镭射的话呢 它是作用在我们这个眼角膜上面 它是一个很安全 很成熟的技术 它是透过改变我们 这个眼角膜的这个弧度 在于这个角膜基脂层上面 去做一些改变 那改变了之后呢 光线呢就可以重新聚焦 在我们的这个视网膜的上面 就可以形成清晰的影像了 是的 那我们都了解说这个近视镭射呢 它基本上是降低角膜的厚度 来改变它的幅度 对吧 那所以说 那么数前数后 它有什么差别 我们是不是请林英宏医师来解释 如果镭射近视后 我们的眼球里面的角膜 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变化 好 谢谢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其实就可以很清晰的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近视镭射 数前跟数后 差别就差别在于这个角膜的弧度 我们把这个前面角膜 比较凸 比较厚定 把它削薄变平 那其实眼睛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所以很多人都会想问说 那我做近视镭射之后 我是不是就不是高度近视了 我做完之后 我是不是就比较不会容易得那些 高度近视产生的疾病 像是视网膜玻璃 清光眼 或是提早白脸上等等 但是其实告诉大家 不会 因为我们做近视镭射 你只是改变你的角膜的形态 你看这个数前数后 眼球还是一样的长 你本身眼球还是一个变形 是属于一个眼周比较长 属于一个近视 或是高度近视的形态 所以你得到那些跟高度近视相关的 那些疾病的风险是没有改变的 是 那请问一下林医师 像这个近视镭射 有没有年龄上的一个限制呢 比方说有几岁到几岁吗 好的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其实我们现在认为 只要18岁以上 就可以来做近视镭射 因为到了我们18岁以后 我们的眼球的这个长度已经定型了 它近视已经不容易在增加 不容易在改变你的这个度数 所以近视度数18岁以后稳定 就可以做近视镭射 那可以做到几岁呢 通常大概是到40岁之前 都是可以做近视镭射 40岁以后 你就会开始出现老花的问题 所以40岁以后 如果要做老花 要做镭射的话呢 就建议做这个老花镭射 把你的近视跟老花问题 一次解决 大概可以做到60几岁 不过他如果说他自己是做RK的话 那RK的话基本是在1990年时候的一个主流 RK钻石刀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跟我老师就学这个RK 到1997年我到美国去念书的时候 刚好美国呢 1997年开放了所谓的PRK跟LASIK 结果刚好就RK接到PRK接到LASIK 那到1999年 我们台湾就开放了这个LASIK 因为美国都先做研究嘛 通过了以后FDA 我们台湾才会跟着他通过 所以1999年我们台湾通过了LASIK 之后就一直发展到现在Smile 那所以我们现在要讨论说 到底从这个RK我们就不讨论了 因为RK不是用镭射 我们今天是谈镭射近视 所以镭射近视是从PRK开始谈 一直到LASIK一直到Smile 那这件这个历史 所以我知道你几岁了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请赵诚医师来补充一下 关于这三种 第二代第一代第二代 第二代是什么意思 好来赵医师请 跟各位观众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三代镭射雷射的演变 那首先第一代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这个PRK 咬成手术 它的手术的方式的话呢 就是说它利用这个酒精 或者准分子雷射的方式呢 先去把这个表皮层 先把它去除掉 那接着的话呢 利用这个准分子雷射的话呢 去改变我们角膜这个基质的这个弧度跟厚度 来达到这个矫正这个近视的效果 这是第一代 可以看到说 它的伤口就是这个红色的区块 那进入发展到了第二代的话呢 就是所谓进入到这个Lasic的阶段 那Lasic的时候呢 它是利用这个准分子雷射 或者是非秒雷射 做一个U字型的伤口 制造出一个角膜棒之后呢 把它掀起来之后呢 再用这个准分子雷射去 做一个角膜基质的弧度的改变 那之后呢 再让这个角膜棒呢 盖回去 盖回去之后 它伤口就是只有这个U字型 或者我们说马蹄型的这个大小 可以比较一下 跟第一代比较起来的话 伤口已经小很多了 那再进入到第三代的话呢 我们叫做这个Smile 或者是Smile Pro的这个雷射 它雷射的切削就是更厉害 它是等于说 它是用隔空点穴的方式 直接切削到角膜的基质 角膜的基质之后呢 最后呢 再利用这个小小的 这个红色的这个伤口的部分呢 取出这个雷射切削的 这个角膜透镜 所以各位观众可以看说 它的这个第三代的伤口呢 又比这个第二代的伤口了 来得更小 所以表层的这个伤口 复原的速度会更快的 哇 确实一代又比一代新 那请教一下我们林医师 像早期像我们这个钻石刀 好像被这个小李飞刀 射了很多刀 那个眼球看起来都很恐怖 可不可以请林医师讲一下说 那我们如果这个开过之后 后面可不可以再来做这个 雷射 新一代的雷射手术 好的 那我这边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以前 我们流行的钻石刀雷射 是 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手术的这个示意图 其实这个就真实病人眼睛的图片 你可以看到上面切了大概有八道左右 很像这个辐射状 我就是切八道 对 那这个切了之后呢 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做这手术 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人做这手术之后 就发现说 这个视力容易不稳定 白天晚上视力不一样 因为它这个切了之后 它这个角膜的弧度 白天晚上是会改变的 而且 这个有了这个比较深的这个伤口之后 将来万一 比方说你眼睛撞到受伤 它这个伤口 这个每一道这伤 它就容易裂开 裂开之后 它又愈合 就会产生结八 结八就会产生混浊 可能就会挡到你的视线 造成视力下降 所以现在已经 没有人在做这种风险比较高 而且又不精准 容易早上晚上视力不一样的 这种RK手术 现在已经是没有人在做 那如果说你之前 做了这样子的手术 你想要再做镭射来修正的话 也可能比较困难 因为这些伤痕 它有时候切得比较深 你要做现在的LASIK 或Smile手术来修 会稍微比较困难 那也许就是等年纪大之后 我们再用这个白内脏 放这个人工水晶体的方式 帮你修正你残余的一些度数 谢谢林医师 好真实哦 年纪大一点的时候 直接换眼球了 所以我来解释一下 其实我早期就是学RK 那你就知道是19 应该是80年代的技术 有苏二跟美国跟台湾跟日本 都有在做 所以是1980年 那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学 所以我不要跟你说我几岁 那么所以我们刚才谈到 这个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所谓的PRK 跟LASIK跟Smile 在那个时代 从1993年叫PRK 1997年叫LASIK 2003年叫Smile 就是说大概在广泛使用的时间 所以这些才真正叫雷射近视 所以我们刚才谈到那个钻石刀 其实没有用到雷射 它就是钻石刀 叫钻石刀切割手术 叫RK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 这个Smile时代了 所以我们就前面就先不谈了 我们就来讨论Smile 那其实它是真正的 这个术式名称叫做 透镜取出 其实说起来叫全非秒 就是已经不用刀了 也不用准分子了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讨论全非秒 那全非秒很多种 现在最新的有几个术式 就Smile 什么Silk 什么 那这个很复杂 我们请这个林依宏医师 再来补充你最擅长的这种四种全非秒 透镜取出到底有什么差别 来 林医师 好 谢谢主持人 那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个现在流行的是Smile 就是这个表格 最左边的这一栏 但是我们现在手术的这个机器 一直在进化 Smile的下一代 Smile Pro已经出来了 而且现在百家真名 除了Smile Pro以外 还有Smile Pro跟Smile Clear 由不同家的厂商 推出了不同家的机器 但是都是做类似的一个手术 就是建立在这个Smile基础上 一样是透进抽取取出的方式的 雷射手术 一样是用全非秒雷射打的手术 可是它又多真的新增了 很多更先进的功能 哪些功能呢 就看我这个 有红色框框标出来的部分 首先大家看一下 跟旧的Smile相比 这个新的这个 新的这三种 Smile的下一代 Smile Pro Smile Pro跟Smile Clear 它们都各有优势 比方说我们在近视度数的矫正范围 传统Smile可能矫正到1000度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 Smile Pro它已经可以矫正到1100度 它能矫正的度数范围又更广 那么在这个 跟这个做雷射的时候 你那个角膜 跟雷射机器的这个接触面 是弧度的呢 还是它又把它压平呢 也不一样 像Smile Clear已经做到压平式 那压平式的话 你把这个角膜弧度压平 再做雷射的精准的矫正的话 号称它的这个闪光 是可以矫正的更加精准的 那另外呢就是说 这个不同的雷射 它吸云我们的这个 眼睛的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 传统的Smile可能是吸在角膜上 那现在比较新的 像Smile Pro或Smile Clear 它吸在睫膜上 吸在睫膜上 就能够让你的眼球更加稳固 就不会乱动 所以对于一些比较紧张的一个病人呢 他如果想做近视雷射的话 他怕他在做雷射的过程中 眼球乱动的话 其实可以做这种 睫膜吸云式的这种雷射 把眼球固定的更精准 雷射就不会打歪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下一代的新的这些Pro的雷射 都有做到系统导引定位 那我们传统的Smile 还是一个手动定位的方式 那另外在闪光校正方面 Smile Pro现在也引入了 自动校正的系统 那另外呢 在这个雷射打的速度方面 我们的这个Smile Pro 它速度非常快 比传统23秒 它现在来到甚至只有9秒 那越快打完呢 病人就眼睛就越来不及乱动 它就突然就做完了 所以就可以降低 它在手术中眼睛乱动 导致雷射打歪的这些风险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雷射机器技术 一直在推陈初心 一直在进步 就是为了要给我们眼科的 这些近视病人 带来更好的福祉 好 所以我们刚才谈到什么呢 Smile Smile Pro Smart Pro Smart Clear 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好 那我们前面谈了那么多原理 那么多手术的方式 其实大家比较关心 我们手术前到底要做什么术前检查 邵医师 跟各位观众报告 其实我们在做每一项手术的时候 都要进行这个精密的检查 大概十几项 每一个人都要花一到两个小时来做 从这个你的内液 你的度数 你的内液 你的眼角膜 一直到水晶体 视网膜 黄斑部 整个做一个精密的完整的检查 好 简单的讲就是 比如说幅度 湿度 硬度 还有它的度数 这很太专业 请教一下我们的林医师 那病人要做哪些术前的检查呢 好 刚刚赵医师提到了术前的检查 那我来补充一下术前要准备什么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对 当然你在手术之前 你一定要让你眼睛状况比较好 早睡早起 睡薄一点 让你眼睛不要过度疲劳 那更重要的是呢 我们很多来手术的病人 手术前他都会戴隐形眼镜 这隐形眼镜记得要停戴 这样子我们手术当天 再去量你的这个视力的度数的时候 我们才得到比较精准的结果 雷射才能打得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 我们的卵氏隐形眼镜 如果你是平常戴卵氏 我建议术前要停戴一周 如果你是戴卵氏合并闪光的话呢 我建议要停戴两周 如果你是戴硬氏的隐形眼镜 那至少你要停戴一个月 而且你每多戴十年 就多停戴一个月 所以如果你今天戴了二十年 就要停戴两个月 戴了三十年硬十年 就停戴三个月 用这样子的方式 让你的角膜可以恢复到最精准的一个弧度 这样子我们做禁止雷射才会更加的进行 好 那刚才谈到的是 术前病人端注意事项 那病人在术后 有没有什么也要提醒他注意的呢 没有错 术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听医师的话 好好的按时点药 然后呢 再来术后第一周 最关键了 是因为伤口要一个礼拜才会愈合 所以术后第一周 记得避免让脏东西跑到眼睛里面 不要去揉眼睛 避免化这个眼妆 那你用擦脸代替洗脸 避免让水直接喷到你的眼睛 那术后第一周也先不要做 会撞击到眼睛的那种撞击性的运动 那再来你要维持良好的用眼习惯 看近30分钟 看远休息5分钟 最后就是你要定期听医生的话 定期回诊以及追踪 那请教一下林医师 为什么有时候常常做完这个雷射手术的时候 会觉得有点比较干呢 眼睛比较干 是不是干眼症呢 没有错 因为我们近视雷射 它在我们角膜上会有伤口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不管你是做哪一带的雷射 这个伤口都会破坏到我们角膜表面的神经 那当然呢 现在第一代呢 角膜神经破坏比较多 第二代呢 这个红色就是破坏角膜神经的范围 因为它伤口大 所以破坏的也是偏多的 到第三代Smile 它这个破坏的范围 就只有这个小伤口 红色的这个地方 那你神经被破坏的时候呢 你的角膜的这个敏感性就会下降 它遇到外界的这个风沙 刺激的那个反应 去做这个泪液分泌的反射的 这个能力也会下降 所以泪液就会分泌减少 因此你也就会觉得越干 那所以呢 你做越新的这种雷射的话呢 因为它的角膜神经保留是比较多的 所以你的角膜的这个泪液分泌反射 就越趋向正常 你就越不会干 除了这眼睛很重要之外呢 眼周也很重要了 我们下一段呢 来看看眼周的怎么样治疗呢 欢迎再回到我们的健康最前线 让你健康又美丽 好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呢 邀请一位最漂亮 最资深的眼疹型医师 他也是我们这个眼疹型医学会的理事长 来 陈美玲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同常我们眼疹型在眼皮所做的手术有哪些 对 我想眼科里面有包含一个眼疹型手术 那就是不碰这个眼球 然后就是碰我们眼眶骨附近的眼皮 那通常会遇到的大概就是双眼皮手术 眼检下垂或者是眼带这方面的问题 那这个是可以用手术解决的 那请教一下陈医师 因为女人 不管是女人或男人 眼周旁边都有很多的毛病 比方说皱纹 鱼尾纹 那我们皱纬的部分要怎么样运用 这个什么雷射光电来治疗呢 对 我想眼睛皱纹的皮肤 是我们全脸上最薄的 大概只有我们通常脸部皮肤的 大概五分之一左右的厚度 那因为皮肤这么薄 所以特别容易有出现一些像细纹啊 是 皱线啊 胶原蛋白流失这一些问题 所以呢 就会有一些光电治疗的方式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希望是非侵入式的手术 连针都没有 就是那种仪器 那我想在眼睛周围特别有一个仪器 很适合做这个眼皮的细纹 就是凤凤电波拉皮里面的眼周探头 那凤凤电波就是它其实是有不同深度的探头 脸部的探头大概深度是皮下4.3毫米 那眼睛周围的探头可以达到的深度是皮下1.1毫米 那当然各位观众可能会说 电波拉皮 阴波拉皮 这个好像都可以放在眼睛周围 那不同的是眼周的 凤凤电波的眼周探头 它是可以做眼眶骨内侧 也就是说可以直接在这个眼皮上 它不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球 那因为它的厚度是只有皮下1.1毫米的关系 那也是特别设计就是适合来做眼皮的 那在未属的和可认证的项目里面 也就是做眼皮 那至于阴波拉皮呢 或者是脸部的电波拉皮的探头 它有不同的探头 那通常就是会做在眼眶骨的外侧 那经由拉眉毛或者是眼眶骨的下面 不管是让眼带稍微消失 或者是眼皮变紧都可以达到 就是让我们眼周细纹减少 然后看起来比较年轻的这样子的效果 好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三位医师 赵医师 林医师 还有陈医师 分别跟我们分享一下近视的原理 还有镭射近视的种类 最后我们来分享到我们眼周呢 关于眼诊型以及微诊型 它可以使用什么样的工具 包括电波拉皮 阴波拉皮 还有凤凰电波来处理我们眼周的一些毛病 包括我们要美白或者要细纹 所以我相信我们透过这三位医师 跟我们分享 让我们更了解我们眼睛 会遇到什么样的常见的问题 也有一些解决的方案 好的 那要继续锁定我们的健康最前线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